《運輸的經驗》 我們今天在一起的思想 在《勞家呼音》第十六章 耶穌所講的一個精明 但是不義管家的一個比喻 其實這個的比喻 是与金钱是有关的 因为耶稣是告诉那些门徒听 让那些法利赛人都是明白 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钱 你可以说他们看得很重要 耶稣说如果我们要很好的 能够有美好的将来 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用我们的钱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财物其实是上帝供应我们 所以当我们有点担心我们经济怎么样 我们相信上帝他会供应我们 其实当我们说到现在用钱各方面 也是说到奉献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其实 说来说去都不是说我们钱多或者钱少 我赚的是多或者赚的是少 或者现在是不是没有以前赚这么多 或者赚少呢 这个不是重要 我们作基督徒应该了解一件事 就是去信靠我们的上帝会供应我们的 究竟上帝信不信任我们呢 他可不可以信任我们呢 或者他说 Can I trust God Can I be trusted 我可不可以被上帝信任的呢 耶稣教我们 为什么那个钱是应该怎么看的呢 第一呢 他说你好像那个管家一样 你明白了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你就很好地拿紧 现在你有的机会 你现在有的财物呢 你应该是怎么好好的用 耶稣他说 如果你用现在的钱呢 你是投资在福音的事上面 你能够带领很多人认识主 那你这个就是投资于永恒了 他说明天你去添加的时候 很多人欢迎你 上帝供应了你 你有没有好好的按着上帝教你的 这样去用这些钱 叫做善用现金的财物这个的机会呢 因为你知道你现在的钱呢 是真的用了有意义的事上面 有人说我有个宿伯呢 他说他死的时候 不是百万富翁 是千万富翁啊 这样有人跟他说 他说真的 他说他不是一个千万的富翁 你又不认识我呀伯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呀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他是不能够带那千万去的 他是没有东西带上去的 因为他没有很好的用他自己的财物 那怎么样呢 那千万不是属于他 也都没有建立任何的事 所以耶稣教我们 他说你当你想到将来的时候 你善用现在的财物这个的机会 然后耶稣就跟着 在第十节那里讲 金钱的使用呢 是一个人内在品格的 一种的量度 或者一个指标来的 他说如果你在小事上面 你是不忠心的 你在大事上面 一样是会不忠心 如果你在小事的上面 是不做得好的 人人怎么会将大事来交给你呢 如果我们生命是要快乐和富裕呢 我们一定要信靠神 而且一定要对神说 上帝你叫我做的事 你可以信得过我的 我呢 不会是不忠心的 有人跟我都说 都不少一次了 如果我有一百万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奉献了去教会的 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奉献的 他说我现在没有奉献 我说就算你有一百万呢 你都不会奉献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小事上面 你都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做 你大事上面又怎么会 是真的去做呢 第三样是什么呢 耶稣说金钱呢 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熟灵生命的 如果你要希望你的将来能够是快乐 你希望你自己能够是上上有平安 你应该很好的能够是使用这个的金钱 为什么金钱呢 可以影响你的熟灵生命呢 因为当你善用你的钱的时候呢 你能够结出很多好的果子的 你也都能够好乐意 越来越乐意的呢 去使用这些的钱 而且呢 是常常会感恩的 当你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用你有的能力 有的机会 有的钱财呢 去祝福其他的人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想一下 生命怎么会不快乐呢 其实奉献 就是将我们的钱呢 用在福音的事上面 其实叫我们常常呢 是经常的学奉献呢 其实奉献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说 让我们时时记得 将耶稣基督 是放在我们生命的手里 当我们有收入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 我们就先去奉献 当我们时时记得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原来一切是主供应我的 我将来也要见祂的面 如果我懂得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永远都记得 我不会忘记祂给我一切的恩典 然后耶稣呢 在这个比喻说完之后 祂再最后一样说呢 祂说一个人呢 不能够又侍奉金钱又侍奉主 我们一定要呢 是专一侍奉我们的主 这个的比喻呢 是让我们明白 是现在我们怎么样为将来 能够做更好的打算 让我们面对主面的时候 我们懂得怎么样做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天 去面对我们的上帝 向祂交仗 好像这个不宜的管家 祂知道自己要向祂的主人交仗一样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